好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侯友宜的民调 今天有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 有公布出来 在柯文哲716之后的支持度 不增反减 目前赖清德的支持度 以他们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是36.4% 大概小小下滑了0.1个百分点 柯文哲下滑比较多 是1.3个百分点 侯友宜的话 大概现在目前还是位居第三 他说难甩稳输情境 他的支持度 现在目前是20.2的支持度 他说这个期间是7月17、18两天 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的全代会前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民调 全代会之后会不会有所提升呢 现在大家还在关注当中 还没有最新的全代会后的民调出现 他说他这个调查的对象 是全国范围大概20岁以上的成人 抽样方式是采取试画手机并用的双底侧抽样 那试画占了70% 手机占了30% 这一次的样本是1088人 那另外来看一下 就是他的解析是20到44岁 目前看起来柯文哲是一支独秀 那45岁以上的话 赖清德有压倒性的优势 那侯友宜在54岁以下的话 感觉是静培莫作 也就是说他的主要族群 是54岁以上的支持者是最多的 那其中他还有问到这几个问题 比方说三人当中 谁的治国能力比较好 看起来赖清德的 这个还甚至超过他支持度 是38.3% 柯文哲的话是23.4% 是比他的支持度略低一些 那再来侯友宜的话 就是比支持度还是低 那可是人家也会觉得说 治国能力也不被看好吗 也让这个来营支持者 有点担忧 再来三人当中 这个问题更妙了 三人当中 谁处理得好两岸关系 大家觉得说 应该这个风向 是在国民党这一边 结果当然差距是没有那么大 可是赖清德 还是稍微领先一些 就是在两岸关系里面 竟然支持赖清德的 还比起支持侯友宜的 多了大概这个五个六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其实你看看 过去侯友宜在新北 真的是很扫千军 他的政绩也没话说 那他在两岸这边 国民党其实是有优势的 有九二共识 有这样的一些基础在 可是人家就纳闷 为什么都没有反映在 侯友宜的民调 当然有些人在讲说 因为前阵子纷纷扰扰 这个全代会之后 可能这个局面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就是继续来观察 那我们看侯友宜 现在目前7.23之后 拼了 那现在因为这个民调 有回到两成的嘛 也有人去问侯友宜说 看起来有一些回升的 这个上升的趋势 侯友宜是比较低调 就微笑回答说 谢谢 就是现在不敢多做文章 也不敢觉得说 这样就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那我们看李德韦的讲法 说过去蓝军 在党内整合上面稍微纷乱 但是两人有展现 这个密切的互动 就是说韩 韩跟侯 那对于侯的巩固 深蓝和正蓝的情感 有加分的效果 预计大概两周到一个月 才会反映在民调上面 他说大概要一些时间 来酝酿来发酵 才能够使民调 慢慢有一些变化 那另外这阵子 都蛮挺侯的这个沈大佬 他就说 嗯 他说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第一原因找到了 因为他误会了一件事情 他说当总统跟市长是不一样的 不是认真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而是你得要告诉人民 说我要带你们往哪一个方向 他说 嗯 我帮你出一个主意 也就是说以后 一个礼拜起码要有两次 找个下午或是晚上 三四个跟你合得来 你幸福的 还有这个就是你信得过的朋友 跟他们插科打魂 那无形之中训练你 就侯友宜需要这样子训练 可能对于口才来说的话 比较有帮助啦 但是呢 有些人在想说 嗯 这个这个 这样子来不来得及啊 因为选战也很着急 那还要找时间去开杠聊天 这样子的这个提升效果 到底有没有用呢 那再来 昨天 郑立文去到了浅秋姐 王浅秋的节目上面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就说 国民党有做好当副的准备吗 其实他这完整的这个访问 他是这样讲 他说 他觉得侯友宜 你当好好的新北市长 其实如果最后 是一个非绿大联盟 或者是 所谓政党轮替大联盟的话 你要去当一个副手 有必要吗 这是他觉得 好像也有点抱不平的地方 我们来听一下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如果 第一名 我们假设好了 就是在野的第一名 还是柯文哲的话 国民党到底愿不愿意 譬如说 担任副的呢 如果不是选总统的话 感觉 只是当副总统 就是有必要 养养大党 对 当然现在可能在局势 或是民调上面看起来 真的 侯友宜比较逆风 所以朱立文也有提出来说 这个执政大联盟 这样的概念 但是没想到金普聪 小刀出鞘了 他今天早上 跟朱立伦通电话提问 请问执政大联盟是什么 那透露他跟侯友宜 事前都不知道会有这个说法 然后朱立伦也约了他 就是约了金普聪 说当面说清楚 没想到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横生出来的一个剧情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国民党也得要拆弹 这个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今天又在访了 大甲正兰公参拜 跟这个严清彪也手牵手 还有昨天晚间 他夜访了张荣卫 所以他的动向现在也备受矚目 是不是要支持他参选总统 目前看起来未知 也没有明确表态 但是今天看到这个 TPBS的新闻有讲说 要先跟关公报告 传出郭台铭 八月份可能会有重大的宣布 密会蓝营的议长按住联署 那李乾隆是呼吁 就说王金平与诺 要协助劝退郭台铭 点名蓝营的三人 王金平 朱立伦 侯友宜 应该要赶快展现诚意 换回郭台铭了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惠文哥 宰轩这个标题太深奥了 这个到底跟关公有什么关系 关营长 易博云天 郭台铭这种货色 凭什么跟关公相提并论 你就不要再讲这种东西 不要再跟 郭台铭他不配跟妈祖跟关公 有任何的牵连 我请大家看一下 说这个是张荣卫 还有另外这个郭台铭去跟 今天去找那个言清彪 请问张荣卫跟言清彪是不是黑金 是不是黑金 是吗 这个要问侯友宜 问朱立伦 这个是不是黑金 郭台铭要去跟黑金拥抱在一起就去 这个到底跟关公有什么关系 我是完全都看不懂 完全没有 所以不要再鬼扯了 你要选就选 好不好 你要独立参选 人家也拦不住你 那你看 出来选看 到底结果是怎么样 刚刚翟軒提到这个新的民调 明明是全代会之前做的 今天就有无脑的媒体去问侯友宜说 全代会说民调升回二次 这跟这个 根本就完全无关的东西 可不可以请媒体同意的 先把民调看清楚 他全代会之前做的好吗 那跟他民调回到20% 到底有什么关联 我也不去跟这些媒体计较 那我请问大家 你有看到民众党有什么纷扰吗 民众党 柯文哲没有 我没看到 你有看到民进党有什么纷扰 我也没看到 民进党 民进党 賴清德提名的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 什么退选的 什么各种弊案的 像陈娥珀 像林非凡什么的 那个我就不细就了 可是賴清德的民调 还是hold在那里 民进党有没有人说要换賴清德 民众党有没有人说要换柯文哲 你看看刚才宣讲的状况 像金小刀 你有看到哪一个操盘的 会自己出来接受专访吗 你是负责帮侯友宜选战操盘的 然后你很喜欢上电视 很喜欢上媒体 你有什么毛病 那为什么国民党会乱七八糟 为什么民众党不会这样 为什么民进党不会这样 所以国民党如果输的是刚好而已 不是这样子吗 2020输的柯智恩跟李燕秀 开个直播 李柯太太 这个怎么会输成这样子 我有看 那我请问你 柯智恩跟李燕秀 你们四年前输了 当然李燕秀是输一点点 输给这个人 输了几千票 那到底这四年来 那到底改了什么 国民党改了什么 我请柯智恩跟李燕秀 还有所有国民党的包括朱丁 你告诉大家 552万票四年前投给韩国瑜的人 为什么这次还要再投给国民党 那你改了什么 那你们在吵什么 你们吵完了没 我不晓得你们吵完了没 这个大家也都要吵一吵 许小新也要去帮 郭台铭主持 也要去上柯文哲的节目 叶元智也要去 这立文也要放炮 金小刀自己要跳出来 站在我们这边看 你们 你们国民党这些逃党 你们就在乱七八糟的 我们为什么要投给你呢 我们有欠国民党吗 我们看起来是很笨的样子 反正只要是国民党的 我们就要含泪去投票 为什么 你没有改革 然后乱七八糟的这样子 各地的放炮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支持呢 这简直莫名其妙 你们四年前惨败 输得一塌糊涂 那四年后我看不出来 到底国民党改变了什么 然后就说我要下降民进党 我要重返执政凭什么 老百姓欠你吗 选民欠你吗 没有欠你 谁欠国民党 你想想看民进党的样子 想想看民众党的样子 所有国民党这些人 通通都应该去反省 为什么人家民进党跟民众党 都不会吵 你们很多事情要吵 你们是最大的党 虽然总统是蔡英文 立委是民进党比较多 可是全国的公职 县市长 六都的市长 全国的县市议员 哪一个党是最大的 哪一个党的党员是最多的 哪一个党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哪一个党执政的时间是最长的 都是中国国民党 那你身为我们国家的第一大政党 你还没投票就说 我要去找柯文哲 我要去找郭台铭 你有什么毛病吗 你是最大的党 应该是柯文哲的 求你才对 郭台铭的拜托你才对 怎么会是你去找他呢 你是大党 你是领导国家要前进的人 结果你今天乱成这样子 那叫支持者怎么可能会 甘愿去投票呢 不要再讲什么非绿大联盟 执政大联盟 请金小道闭嘴 在侯友宜的民调拉起来之前 你有什么资格讲话 你有什么资格出来爆料 你不是要操盘吗 你不是要负责辅选侯友宜吗 民调这么烂 你好意思出来 民调拉不成就滚了 他什么Keymaker 鬼扯一大堆 不要再讲那些乱七八糟 没有人要听 也没有人对你们国民党的宫斗剧 有兴趣 够了 好 颜秀姐 我都太口气 因为刚才霍文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在基层 其实最常听到的 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 很多人说 我可以出来投给李燕秀 但是我碰到国民党 这个总统大选 你们现在的状况 我说不定就不愿意出来投 但李燕秀又少了一票 这个就是 我觉得国民党 现在最大的危机 我觉得当然现在对于 说霍文哥讲的 这份民调是在 全代会前两天做的 最新的民调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必须要谈 比如说总统大选期间 每天都会有很多 不同的民调出现 但是很多的民调背后 有特定的政治目的 也有不同的金主在 台湾民意基金会 背后的是三水 三水它的政党 虽然它是很早 它的民调有一定的公信力 但是很多人都会认为 它是三水民调 很多人也不太愿意 去做回应 所以我觉得真实的民调 就是在全代会之后的 真实民调 我觉得可能我们 还是可以出来 去做一些观察的 我觉得反而是说 看不同的民调公司 我反而个人 我相信各政党 都一定会有做 各自的内参民调在里头 各参民调的 最后真实的状况 就会去反映 每一个事件之后 对于整体党的支持度 或对于所有特定 合余的支持度 到底产生的结果是如何 或者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补强 我觉得当然国民党 有一定的危机在 但是我觉得 现阶段 我们看到全代会之后 就稍微定于一尊 当然不是说定于一尊之后 我们好像就稳稳的 一定可以往上走 其实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不管是郭粉的支持者也好 郭太平的支持者 或者是韩粉的支持者也好 我觉得有太多事情 我们可以做 不是说侯友宜跟韩国瑜 在全代会拥抱之后 我们就所有的韩粉 我们都可以拉得到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不是靠侯友宜本身 而是整个党 大家一起来努力 包括当时的四大公投 侯市长这边 可能要有更多的不同的说法 对于韩粉有不同的喊话 包括岁月静好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一点点情绪 去跟所有的郭粉也好 韩粉也好 我们去做一些对话跟沟通 这个是现阶段 我觉得应该要做 我觉得现阶段 当然对于国民党整体的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大家很多人接到电话 反而看到国民党这样 大家就是有一种沉默的螺旋 就是反而看到 听到就是说民调电话 反而是国民党支持者 接到电话他不愿意去回应 所以这个其实 我是呈现现在民调状况 那我觉得现阶段就是 马拉松的竞赛 还有七个多月的时间 六七个月的时间 反而我觉得我们要去把 现阶段 每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做一些调背 把它做好 才有机会达到 明年1月13号 好 家瑜 国民党当然现在基层 是忧心忡忡 但是上面的人在互斗 其实外界也是觉得物理看花 首先这个朱立伦说 要组这个执政大联盟 今天金浦中就出来吐槽说 没听过什么执政大联盟 然后他也说 大联盟只会灭自己威风 那从金小刀 所谓超盘到现在 你会发现他的刀都刺向自己人 从一开始这个郑立伦 他有不同的想法 他就说这个是农包 然后到现在 他今天也是特别呛一些 亦有所指 他说看不起那些 躲在安全选区里面 却喊着正常轮替大联盟的 这样子的候选人等等 感觉好像都是对自家人 有多所不满 他不是直接讲罗志强的吗 我没有讲出那个名字 是给罗志强一些面子 但是我是觉得说 金浦中这样子的做法 你会给人家面子 会让基层觉得说 你变了 这个到底操盘者 怎么会自己骂自己人 我觉得这样子 对于这些小姬来讲 也不是非常公平 那侯友宜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说今天韩国瑜郭才铭不支持他 而是他个人能力有很大的问题 你看最新的民调 不管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 或是治国能力的民调里面 他都是最后一名 如果说两岸关系的处理 大家认为过去应该是国民党的优势 怎么到侯友宜的时候 会是最后一名 赖清德还是第一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重点就在于说 侯友宜撑不起那个总统候选人 这样子的格局 说实话韩国瑜已经给侯友宜很大的面子 从之前这个跟他同台 在黄复兴党部 到昨天的全代会 也特别演出一个互相拥抱 甚至侯友宜好像警察上手铐一样 把这个韩国瑜拉得非常的紧 但是问题就是说 韩国瑜一说三个愿望等等的 大家都觉得说 哇 都是京剧 反而侯友宜的角色 或是他在整个全代会的演出 大家没有任何印象深刻的地方 所以再回过头来就是 又有人说 是不是让韩国瑜来当部分区的第一名 才有利于国民党的整合 可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 侯友宜已经被看破手脚了 那让这些蓝营的小鸡 或是这些支持者们 挺不下去 那为什么郭台铭到现在 有这么大的底气 认为说 他还可以到处跟这些地方派系 干嘛的等等 因为他自己在 这个不管是肇事或是做民调 他也觉得自己好像跟侯友宜有一拼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认为说 侯友宜是有 这个参选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从全代会之后 大家也认为说 利多出境 还是利空出境 在这种情况之下 侯友宜如果民调没有办法拉起来 让大家看到说 他确实在蓝营里面 是最强最耐打的 最能够去整合的候选人的话 那他到底凭什么可以撑到 九月甚至之后 因为他认为说 之前换柱也是在全代会通过之后 有一个临时全代会 九月有一个换柱 所以这一次对侯友宜来讲 全代会之后考验才真的开始 如果他民调没有办法拉起来的话 我相信对郭台铭来讲 九月是他回复国民党籍的那一刻 可能也是临时全代会 会有一个新的一波 对侯友宜另外一个 可能产生危机的开始 再宣布补一下 因为我们只有总统的选票 还有区域立委跟不分区 总统三张选票 刚刚李燕秀讲的 我非常的有心就是说 因为母鸡跟小鸡 它会连带影响的 就是说你的总统的大选 你总统候选人的气势民调 会影响到 那我要不要去投票 好 那我去了 比如说我本来要投李燕秀的 可是总统我投不下去 那我就不去了 李燕秀就少一票了 这种事情大家千万不要 你可以去 你就领了区域立委的选票 投给李燕秀就好 总统大选票投就好 你可以分列投票 你不分区域 你可以去支持小党 对不对 不要再当高嘉瑜当选好不好 这个港湖都不怕加 吴辛大也要加油好不好 不用担心 对 有人帮他 好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来 好 同样的台湾民意基金会 也有做一些政党倾向的调查 他就说现在发现 民众对于政党的热情 真的是在奏减 蓝绿白感情温度都低于50 认为这些政党都不成器 所以选民现在只能无奈的做选择吗 现在目前这个可能 好感度最高的大概就是民进党 但是也只有32%而已 国民党的话剩下23% 民众党的话是从以前大家被笑说 4%党现在已经到了17.3% 所以的确是增加很多 但是也都没有到两成 所以他说整体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好像选民都很无奈 没有支持任何一个政党的 这样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一 现在目前是22.5% 网友就觉得奇怪 既然国民党还领先民众党 那他说为什么侯友宜还会是第三名 就是现在目前支持度 如果全部国民党通通都支持侯友宜的话 其实他照理说应该是领先柯文哲的 就像刚刚慧文哥讲的 这个国民党要有自己的底气 那怎么反而没有灌到 这个侯友宜上头了 你看他新北市长连任也是高票数 那再上国民党两岸优势 可是都没有反映在侯友宜的民调上头 那再来讲到了现在 谁当这个大联盟来做领头羊 朱立伦说要先从共同的政策理念 还有共识来逐步堆叠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立院党团 或是幕僚协调 这些共识要堆叠起来 相信会水到渠成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像柯文哲讲的话 说一两个月之后水到渠成 那侯友宜的讲法是说 会竭尽所能做好本分 因为人家问说你要当这个 执政大联盟的共主吗 他是这样子蛮低调的回应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陈长文前几天有提到说 这个政党轮替大联盟的事情 他说侯友宜就不该把这个 侯友宜胜选摆在政党轮替之上 也批评金普聪的战略错误 让侯友宜失去感动选民的力量 可是呢 这个目前侯伴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看 先讲完这个陈长文 他说侯友宜应该要发起 政党轮替大联盟 来举办侯磕锅的在野大对决 但是侯伴认为 723之后没有换侯的可能 更绝对没有柯侯配的可能 摆明的是说侯一定要当政的 然后柯要配就是当负的了 所以就是侯伴的回应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也堵住了 任何合作的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只有蓝白和 没有白蓝和 那他说侯会团结 所有能团结的力量 来下架民进党 那网友就说很好啊 那也是很有志气啊 可是问题是你的方法是什么 你不能只靠喊而已 喊半天说没有别的配的可能 然后侯会团结 那方法要拿出来 大家才能够相信你做得到嘛 那我们也看一下 郑立伟有提出来 如果再也要整合的话 可能蓝营要面临的三大难题 第一是整合失败的话 赖清德就保送了 就当选总统 然后呢 再来第二 就算和执政之后啊 每天吵每天斗 恐怕也是让全台都吃不消 这选民跟着一起痛苦 再来第三点就是民进党即使输了 如果默契不够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执政大联盟 大家彼此之间 而默契不够 还是会被这个民进党见风插针啊 最后还是会受制于民进党 所以他说再也整合应该要把彼此的理念 讲个清楚 大家才知道哪边是有这个共识的地方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也有很多人是不赞同这种 所谓的再也大联盟的 比方说在来营的中平会里面 他们这个邱复生 算是蛮重量级的 他就提到 他说应该要把韩国瑜列为 不分区的第一名 然后他后来也证实说 的确在这个中平会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提议 这样的一个建议 他说觉得党中央想要找韩辅选 就应该要给他一个适合的资源 和位置给他 否则最后可能会总统跟立委双双都落败 而且他认为国民党不应该要整天 喊这个蓝白盒 应该要更有志气一点 那目前看起来 就是绿跟蓝之间的一个共识 在北流这边出现 蓝绿的议员要求要弹劾柯文哲 因为他说柯文哲在任内 擅自更动了设计工程 支付超过了2.5亿的工程款 但是却没有支付变更设计 监造以及专案管理的款项 1.9亿元 导致台北市府现在每个月衍生了80万的利息 所以监委赖正昌已经申请了自动调查 部分蓝绿的议员现在都疾呼 就是说应该要对失职的柯文哲予以弹劾 然后查明行政程序是否违反了财政纪律 那目前这个科办这边陈志涵的回应说 尊重监察院的调查 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清楚的 也希望调查之后能够还给柯文哲公道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惠文哥 宅宣因为这个我们也看了很多年的民调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感情温度 这个是游盈龙自己发明的 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 那这个没有什么对哪一个党或比较好的 我们绝大多数的选民都是无党籍 包括我在内是无党籍的 所以不要想说这个一定是哪一个党 就是非赢不可不是这样子 譬如说这个卢秀燕最近亲讲的 这个台中市长的选举 胡志强被林家隆拉下来 林家隆赢他20万票 林家隆当了一任而已 卢秀燕又把林家隆拉下来 卢秀燕赢他20万票 那你说台中市民是怎么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非哪个党不可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 这种很奇怪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郑立文讲 这个我是完全不赞成 他最近的这个行为我也不晓得 这跟我认识的郑立文 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就算整合失败 如同我前一段跟大家报告的 就算所谓的在野大联盟 执政大联盟 假设在野整合失败 国民党依然是 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大政党 换句话说 就算整合失败了你国民党 我认为国民党也必须 也应该要自己完全执政 独立下架民进党 在国会过半 我对国民党要求有什么 我是希望你这么做 我希望你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今天我要求民众党说 我要求柯文哲的民众党 你要完全执政 你要国会过半 柯文兄你太强人所难了 我不会这样子要求柯文哲 可是各位观众朋友 我用这种目标 非常简单的目标 要求国民党我理直气壮 这是我对国民党 你本来就应该单独的 把民进党拉下来 你本来就应该自己国民党 在国会过半才57行 你拿不到吗 你告诉我你凭什么拿不到 你这个党这么大 你拿不到你这个党就解散算了 这个我真的是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总统跟立委 后来选爸爸修正 是同一天投票 在2020的大选 在内湖南港 李燕秀的得票是高于韩国瑜的 蔡英文的得票是高于高嘉瑜的 所以我觉得在我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 虽然我没有住内湖南港 但是我觉得这个 是有点对李燕秀不好意思 因为整个大环境的关系 所以我是希望李燕秀能够加油 我讲一下邱富生的这个部分 他讲的 当然他是我们媒体的前辈 他以前是TPBS的老板 但是现在不是的 他讲的我完全不认同 我也拜托邱富生 不要再这个建议的 因为这个宅宣我的看法 因为请大家指教 也不一定对 他就说这个拳代会已经结束了 韩国瑜有没有参加 本来不参加后来参加了 对不对 然后侯友宇也非常有礼貌的 到门口去迎接 两个人拥抱 握手握很多次 楼肩膀相抱很多次 这个场面已经做够了 我认为在这个2024大选 在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已经交代了 也就是说 韩国瑜列不分区低名 我反对 韩濱也婉拒了中正万华的提名 然后韩濱根本也没有要争取 不分区立委 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告一段落 观众朋友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假设 我假设一下没有关系的 假设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我故意不讲名字 我是故意的 假设国民党的总统选当选总统 假设国民党在我刚刚的期待 国民党在立法院过半了 我认为假设是这样的话 跟韩国瑜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韩国瑜就是个拉拉队 加油 大家加油 许三个愿望 韩国瑜就是拉了 假设国民党明年选得非常好 跟韩国瑜没有关系 跟韩本也没有关系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要把话倒过来讲 假设明年1月13号 国民党的总统落选了 假设国民党的立委选得不好 那跟韩国瑜也没有关系 跟韩本也没有关系了 好不好 就是国民党的输赢胜败 跟韩国瑜跟韩本都没关系 你们不要再来消费韩国瑜了 你们选得好 那是你们国民党自己有本事 你们选得不好 不要签多韩 因为我们都已经 我们上一次四年前已经很累了 出钱出力 然后每天提心吊胆 躲在家里等电话 等民调电话 已经很辛苦了 大家韩粉很多人 跟韩国瑜全国各线是这样跑 累死了 那不是只有身体的累 后来韩国瑜输得还被罢免 但他心都很累了 这一次的选举 都跟韩国瑜都跟韩粉无关了 你国民党自己乱七八糟什么 就不要再来消费他 也不要再来蹭他 你叫他去全大会他也去 你叫他帮后瑜加油 他也加油了 不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还有欠国民党什么吗 没有欠国民党 国民党你赎费你自己去扶着 跟我们无关系了 干净好不好 你们选得非常恭喜 你们选得不好 不要再怪韩国瑜 也不要再消费韩粉 好 严秀姐 其实惠恩哥刚刚讲的 其实是一个从政党员 对于国民党的爱护 其实我觉得那是比较像 国民党的新生 从政党 我在国民党二十多年 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每个政党的 应该有他自己的主体性在 就是说到最后 到现在如果还在喊什么什么联盟 其实会让很多党员 在基层党员说 我是不是还有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那就会很难 在基层去做很多的整合 会让太多人会觉得观望 其实国民党现在已经完成 七月二十三号全代会的提名 已经定于一尊 不太会有可能像之前换柱的事情发生 是根本完全不可能 现在所有的民调反映出来是 我觉得政党支持度高于侯友宜支持度 很多人在现阶段因为大环境不好 或者看到国民党的纷乱 大家不愿意表态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现在侯友宜到底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史大佬讲得非常好 史大佬说你担任市长 跟担任总统不一样 你应该更清楚地告诉大家说 我未来要帮国家做什么 而是让大家能够信任 那个感动的力量可以出来 我觉得这是现阶段 侯友宜市长应该要做的 我觉得他既然有市政那么多的经验 他的个性其实他不善于表达 但是他是一个让大家值得信任的人 那值得信任比照柯文哲跟赖兴德 在这一块 那个差异性事实上是可以拉得出来 那如何去让大家去凸显他的优势 那我觉得这就是在现阶段 在整体的竞选团队当中 要好好去做强化的地方 好 佳瑜 对 没错 我觉得要当一个总统候选人 就是要领导人民 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你的政策的方向 你要把国家带到哪里 但是现在侯友宜就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他就是被看破手脚了 觉得他的格局 他的领导力 他的能力各方面 都不配做一个总统候选人 才会民调这么低 刚民调也显示 不管是对于他的治国能力 对于他两岸关系处理的能力 民众都认为是敬赔莫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求侯友宜从517提名到现在 已经全代会也结束了 这两个多月三个月的时间 侯友宜到底提出了什么政策 让人民感觉到说 这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总统候选人的格局 到现在为止 你说从一开始九二共识 核电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接受赵少康大哥的专访 所谓四个月的议期 到底要不要废除等等 每次讲每次改 然后每次不一样 让大家觉得说 侯友宜到底对于政策 对于政见 有没有准备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 没有准备的候选人 那国民党当然要有他的底气 作为一个泱泱大党 过去也是执政党等等 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国民党提不出一个像样的候选人 是不是国民党的一个初选机制 提名机制出了很大的问题 让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产生一个 让民众觉得说 是具有一个领导格局的候选人 从过去到现在 国民党用一个所谓征招的方式 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一个公平公开 透明的初选 一直留下现在的祸根到现在 选出一个侯友宜 然后引起这么多大家的不满 那侯友宜他也没有能力 证明自己的情况之下 你说其他人忧心忡忡 像郑立文啊罗志强 提出他们的想法 也是另外一种为了党的一个好意的提醒 但是被这个讲得如此不堪 我觉得也不必如此 重点问题出在谁身上 就出在朱立伦跟侯友宜身上嘛 这两个人联手 然后把国民党搞成这样 让大家看破手脚 那你说到目前为止 你说责任到底谁要来扛 那金普冲现在临危寿命要出来 但是问题是也都砍自己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看不到说 国民党有一个让大家觉得耳目一新 或者是新的政策 新的一个想法 包括刚刚辉文哥所说的 国民党到底要如何让人民觉得说 你要支持他 你要拿出什么东西让人民愿意相信他 支持他 但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除了说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没想到你这么怪心国民党 对 我们要这个整合等等 完全就是站在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角度 所以为什么对于民众党来讲 没有办法接受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完全就站在自己想要执政 自己想要拿回政权这样子的角度 国民党也没有办法接受民众党 去要求别人配合 你才是民众党的内应 谁要接受民众党 你笑死人了 其实你自己跟柯文哲没来也去的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理念跟政策 可以去说服民众 但是如果国民党拿不出理念跟政策 只想要用利益交换 权位交换 只为了要赢得选举 就牺牲人民的利益 我觉得这样的政党确实是会被民众唾弃的 那现在看起来确实也是如此 所以我就是觉得 大家午安 我是菊燕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两个小时国内外大小事 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一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资设媒体人谢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资设媒体人罗志 燕影好 大家午安 以及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业焦 观众大家好 一开始我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在全大会过后很多人说 除了那句莫忘事上苦人多之外 可能印象很深刻的是韩国瑜他讲到了 在民进党现在这个贪腐的情况之下 要小心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这样子让台湾人 真的叫做谋财害命 好 这么一句话 居然让民进党的党团回应了 叫他提具体市政 我们先来听韩国瑜的原话 第三个愿望 希望贪污腐败的民进党 这次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 贪污腐败的民进党是摩财 现在把台湾推向战争 是害命 我们一定要让贪污腐败 摩财害命的民进党 在中国国民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先生的领导之下 下架民进党 好 这么样的一句话 让民进党这边有反应 好 我们就说了 其实这一位委员 他是现任的立委张宏璐 当然这一次也要竞选连任 他听完之后 他上媒体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让他觉得比较不开心的是什么 是政务官 为什么 因为政务官员 他说了现在这一批人 民进党内优秀人 很多都去选市长 选县长 当立委 这一批政务官 跟他们先前民进党精英的这一些 那一批比较不一样 但他们好像就是觉得 自己也不会出来选举 所以他是这样批评的 他说像是躲在棉被里面当太平官 甚至还说你不回房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自己是不是心虚啊 韩国瑜这样讲 你都不帮自己说说话 其实张宏璐苏系立委 还是跟苏贞昌的子弟兵 大家就想了 他可能是认为 苏贞昌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那不是还让人民 能够听到政府在做什么 来看看苏贞昌风格 好这个苏贞风格呢可能会让张宏璐认为比较有利 比较不会让大家觉得心虚 至于民进党团呢 刘世芳委员则是这样讲的 说提出具体试证吧 不管你要说我们贪污还是贪腐 你就提出具体的事实证据来 这样子控诉才能够因应啊 我们才知道啊 既然委员有这样要求 我们马上提出回应 包括了什么 最近看到的 好 基隆市的这个要提名 本来要提名的立委的候选人张敏君 不是也是涉贪被涉下禁建吗 陈欧博委员 他说他跟IMB诈骗没有关系 但他也签自行退选了 更不用说先前来到行政院这边当官 结果呢马上被爆料陈宗晏 涉贪性招待 还有陈凯玲在台南这边的金发局长 涉嫌贵赂性招待 还有这个号称的是 平东前县长潘孟安接班人 这个要选立委的 同样被说是违反政府采购法 我们想请教委员 这些具体吗 韩国瑜这句话 让民进党开始有反应 甚至就连行政院长陈建仁 很少看到他 对于这些话有反应 今天也反应了 他说什么 他说韩国瑜讲话怂动 不是一两天啦 我们就想问 所以说韩国瑜这句话 会让大家都觉得有需要回应 但是韩国瑜说实话 他这次也没有要选 甚至还有人觉得说 这叫阔气的政治人物是不是 可是为什么会让民进党 这么多回应呢 看看全代会那一天 就连国民党内有很多的小鸡 包括了游淑慧 赶紧来跟他合照 包括了高雄队的这一些 要参选立委的小鸡们 通通围着韩国瑜合照 没来的那个人 还自己去批图 做了一张胜利照 来当作他的文宣 甚至叶元芝 新北市议员这次也要选 他说他也很想跟韩国瑜来这样自拍 结果说什么 太挤了 只能够拍他的侧脸跟后脑梢 连跟他自拍的机会都没有 好像是只要韩国瑜如果愿意的话 还是可以有一个角色的 所以党内也看到了 韩国瑜目前好像还有高人气 好像人气尚可用 所以看到这一位邱富生 他直接在中评会里头就建议了 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没有可能我们直接把韩国瑜 列为不分区的第一名 他说啦 有志气的国民党 泱泱大党有志气一点 整天在那边跟人家合来合去的 你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借用韩国瑜的人气 你干脆就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他一个资源 给他一个说法 让他可以去跟选民帮国民党 同样的在这场选战里 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甚至今天陈玉珍 先前大家很多人也说了 在这场选举当中 跟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这一回他是认为 如果是要练韩韩国瑜在不分区的话 也许啦 放边缘位置 效果会更好 可以把票都催出来 不只韩国瑜 包括了韩冰 现在台北市的操盘手 黄旅主委他就直接讲了 说好像五顾茅庐之后 还打算再六顾茅庐 看看他有没有意愿 甚至就连韩冰完全表示 不搞律参选之后 也问问看我们的浅秋姐 一样是韩系大将 说你要不要出来选 浅秋姐就直接讲了 他的讲法是说 很喜欢我们新闻大白话 希望继续跟大家在一起 好了 原因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跟先前郑立文讲的一样 他说为什么那个时候 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侯上 含上 侯下 其实就是大家都想要有一个最强母鸡 只是不分区的名单能影响有多少 在四年前 不分区的名单提出之后 很多人开始有所质疑了 看到了吴敦仪第八名 就讲说怎么会把它列在第八名呢 把自己列在安全名单内 后来他调了 把它调到一个安全名单外一点点 好说这样能够催票 结果在谢永介之前 大家也很有意见 不分区名单 到底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在大选之中 过去七次 说实话 影响力真的没那么大 好 但是这一次国民党呢 看起来是为了选举选战 要拼了 不分区有办法救母鸡 有办法救小鸡吗 回过头来请教兵哥怎么样来看 全大会很多人讨论 甚至让民进党亲自回应的 是韩国瑜的那个民进党 谋财害你 我觉得韩国瑜骂你 你就听了就算了 像张鸿路跟刘四方还想回应 我不知道你们要回应什么 刘四方还叫人家举例 你们知道举例就变庆竹难书 你们这边列的根本就是一小撮人 随便讲 因为韩国瑜讲的是贪腐民进党 你们只列贪污 腐败 蔡英文腐补不腐败 苏登昌腐补不腐败 林志坚腐补不腐败 民进党整个党都是腐败的政党 所以要举例举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们这种民进党听听过就算 你们真的要去跟人家举这种例子 你会被人家笑死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们 还满低能的 但是呢 韩国瑜到底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角色 我觉得 以他的能力 他当然可以有一个角色 可是问题是 就跟韩兵要不要去选中正万华一样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尊重人家的意愿 不是你们国民党 每次都用硬来的吧 是不是应该 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有诚意 要找韩国瑜出来 或是要找韩兵出来 那你们就私底下去协商 不要还没有协商之前 就一直对外放话 这样不是搞得很难看吗 这样人家答应你不是 不答应你也不是 我就不懂国民党为什么每一次 就是用协调的方式 都要先对外放话之后才能协调 你为什么不先协调完 大家有共识之后再出来 都会来放话 这不是比较好吗 国民党处事一定要这样 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 当然邱董 他可能是一片好心 想说韩国瑜的能量这么强 当然应该要把它拿出来 甚至把它摆在部分区第一 可是我认为第一个 韩国瑜自己到底想不想 在当立委 他二十几年前就当过立委 他现在还想去当这个立委 再来 他当部分区第一的号召是什么 或者是像陈玉珍所讲的 把它摆在边缘的位置 是有吹票的能耐吗 还是有另外的考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谁喊一句口号就决定了 而是除了你们党中央内部的评估 你们是不是也要找韩国瑜来商量 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做这件事 你要他出来帮忙 也不一定就是要给他部分区 也有其他一些位置 我之前也讲过 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考虑 请他当竞选副总干事或什么东西 我觉得有很多位置角色 但是问题是他个人的意愿最重要 如果他根本就不想 那你们在那边讲的不是 我讲实在话 讲了个半天久了 人家根本不想来 那不是很丢人吗 韩冰也是一样 三请四请五请现在六请 你们是国父十次革命 不要革命到他来不可 这到底会不会搞得太难看 人家就没有这个意愿 就没有这个意愿了 国民党真的堂堂殃殃大党 连个立委人选都难产推不出来 然后还要去找王浅秋 表示浅秋姐是人才是不是 不是浅秋是人才没错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不是你国民党的 你们国民党内都没有人才吗 一定要从外面找吗 而且他跟宗正万华这个区很熟吗 我就觉得浅秋住戏子 他不是戏子 戏子王小姐 你好歹也让他去戏子选 戏子有人 我知道戏子有人 所以你乱点鸳鸯谱 就随便找 那你找燕吟 燕吟也不错 对不对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 因为他白外很需要我 所以我就觉得 你把宅仙放哪里了 他们这样做的方式 只会让人家觉得国民党就是 毫无章法乱来一通 就让人家觉得 你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定见想法 然后不分区 我们大家都记得 当年不分区会怎么出来之后 舆论大化 为什么反应非常糟 是因为你们整个不分区的逻辑 人家看不懂 乱排一通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 有党主席把自己排进去 那个大笑话 然后被人家骂了之后 把他往后排 还被人家硬要排在谢龙界前面 更是好笑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 这一次你们要去考虑不分区的时候 不分区的目的是什么 要告诉大家 你有关心社会 第一个弱势团体 第二个 党内真的有能力 是某一些年龄或是阶层职业代表的人 让他有机会为这些职业 为这些业别出来发声 不是这样子吗 而不是只是单纯你们的政治分章 如果连这种基本的都不懂 我看国民党回家去睡觉算了 好 来 雨萱 首先张孔璐 他讲的东西我倒蛮认同的 为什么 因为苏贞昌大家都看到他的表现 其实苏贞昌出来 我反而对于现在的陈建人 有点怀念他 怀念他当初每天在立法院里面 杀眼然后替民将拜票 所以张孔当然他是书系 当然会替他的老大讲话 但我反而认为说真的 的确赶快多多益善 这种失言暴冲 反正越多越好 但对刘四方我就有意见了 刘四方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你说没有贪腐叫我们来点名 好 李清福这边最红的 对不对 李清福被判刑10年 就是贪污资罪条例 这个案子总可以了吧 对不对 就你民进党做什么 民进党进步驾做什么 找四个立法院提案 然后帮他841天火速放宽 然后监察院今天又被人家踢爆 说连下10道公文 就是要去恫吓法务部 要求让再给他最高上诉 难道这样还不叫贪污腐败吗 更不要讲 当初说弄最高上诉 原本还被法务部挡下来 结果挡下来的法务部检察师师长 跟高雄检察长通通被换掉 换掉之后马上你这个 就重启调查了 你这个不叫贪污腐败 什么叫贪污腐败 你要游四方要的话 我这边讲一个小时都讲不完 好不好 所以好 那你说讲到下一个 韩国瑜的问题 我觉得韩国瑜的定位 不需要国民党给他任何的角色 韩国瑜本身就是一个角色了 否则他今天党主席也不是 他今天什么官职都没有 为什么大家要围绕着他 为什么侯友宜 要去跟他在太阳底下等15分钟 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 理由很简单 韩国瑜不需要国民党来定义 他本身的政治能量跟政治高度 就自成一个角色 所以反而这个问题 回到所谓的不分区名单 当第一名的不分区名单是什么意思 当第一名照理来讲 就是所谓的立法院长 过去的观念 你说王金平谁 他的意义在于这里 但今天国民党到底希望能够 把韩国瑜的动能发挥到最大的话 是说我要给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因为他现在 邱副社也没这样讲 即便说大家知道这个潜规者是这样子 好 你当立法院长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建树 再第二个 如果说是想要藉由韩国瑜的动能 放在不分区名单 我跟各位报告 不分区名单之余一个政党的重要性 在于说他可以把整个选举主轴 从原本的总统大选个人 拉到整个国民党政党的层次 不分区代表的意义 所谓的进步价值也好 或者说具有高度能耐 可以替党的政策 以及相关的议题上来做辩护 做论述 这是不分区首要的功能 所以刚刚讲到说 为什么吴敦一那份名单 为什么那么有大的问题 吴敦一名单完全相反了 吴敦一把应该要摆在地方的 什么农天水利会 什么乔委会谁的太太 一些奇奇怪怪的 什么车移境 然后把自己放在那边 弄得像什么 弄得像仇佣名单 所以完全失去功能 更给这个社会的观感上 一个没有进步的价值 所以我建议不只是说 你要把韩国瑜 摆在边缘的名单也好 去刺激那个选票 但你这个名单 必须要经过精密的计算 再来第二个最重要的 你如何去提出 让一些有能耐的人 不需要背负区域立委的包袱 同时又兼具专业性 可以好好的替国民党加分的 纳入进去 国民党所谓2024的选战 我觉得才会有一个 全新的气象和突破口 是 来 有这个 韩国瑜不分区第一名 我真的觉得 这是国民党一个好招 我真心觉得 这是我大概这几个月来 我第一次称赞国民党 你觉得有用 我觉得当然有用 但是你有沒有先跟韩国瑜讲过 完全支持韩兵哥的讲法 你有沒有跟韩国瑜讲过 如果你们又是天马行空 在那边胡舟 我跟你讲太没有意义了 但是如果以不分区第一名 有没有意义 真的太大的意义了 今天那一场 你看侯友宜一路的 要拉韩国瑜的手 拉他的背 然后要跟他讲话 然后不得其门而入 其实你去看比特王 陈清茂 所有的挺韩直播组 这一场完之后 有没有跟韩粉和解 其实没有 老实说和解的程度 大概只有两三成 如果韩国瑜列不分区第一名 我跟你讲你跟韩粉就和解了 我相信很多韩粉应该就和解了 再来什么叫不分区第一名 那个叫第一名的意思就是 象征 一种尊重 历年来所有立院的龙头 都不要嘛就是不分区第一名 要不然就是区域立委最高票 一定是那种 要不然至少也是当个干事长 就是他有那个象征意义 为什么 因为列不分区第一名 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忙了 其他事情帮我去辅选 对吧 以当今国民党有资格辅选人家的 全国民党有谁比韩国瑜的能力更强 你们刚刚都中间那一挂 你自己看 明明是侯友宜的场子 从游书会 叶元支 这些人高雄的这一挂好朋友 他们找谁 韩国瑜 你自己想如果韩国瑜是他们议员 他如果也是立法委员 不分区其中议员 然后龙头带着这些所有小鸡 然后上场 喂 我支持李梅珍 我支持李明璇 然后韩国瑜好整以下 反正我第一名 我去做这些辅选的动作 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一系列是聪明的 问题是你又要消费韩国瑜吗 如果到时候没有 明明是好东西 燕影如果我刚刚讲 那是不是好东西 你好东西又搞砸了 韩国瑜下次给你一个 我不要 那又没了 那你到底玩这一趟是要干什么 就是国民党常常是一个好好的局 然后我们跟你讲说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然后他就给你玩掉了 明明是个好好的局 然后他就用禁任务算计跟方法 然后玩掉了 韩国瑜不是这样玩的 韩国瑜是当今 国民党还有办法 空战能力第一名 连罗志强那一天 全代会后 第一个发文的是谁 空战总司令罗志强 罗志强知道他才是真正的空战 超级总司令 国民党不能这样用韩国瑜 然后我真的很担心 明天后天 韩国瑜从国外回来 哪一天突然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要有 这些鬼都黑了了 这一把韩国瑜如果不用 真的太可惜 最后我讲 韩国瑜这三个蜡烛说 最后一个就是告诉你 第三个蜡烛可不可以吹 不可以吹 因为蜡烛一吹就不会实现 你自己想想看第三个 用望是什么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谈 好 这段回来 我们持续要带你来看到 是最新的大选趋势了 说是趋势就是最新民调了 来看到就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总统民调 好 这一回做出来 是7月17号到18号 换句话说 国民党全代会之前 当时的民调做出来之后发现 赖清德依旧是第一名 36.4% 第二名则是柯文哲27.8% 至于侯友宜20.2% 仍旧是在第三名 好 现在这个数据 如果你把它看细一点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必须要再说一次 数字是理性的 它传达的是讯息 告诉你可以怎么努力 但您来看到的是 在这一次六都之中 其实只有新北市侯友宜是 赢过柯文哲 但是数字真的不多 因为只有大概是1%左右 26% 对上25% 其他的五都都是输给柯文哲的 如果说你整体来看的话 就连年纪的部分 就是年轻一点点是柯文哲 年纪长一点点的大部分 是赖清德来领先 所以换句话说 侯友宜现在 他的困境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走出去 党内的人就直接告诉您了 您看到李德伟委员 他直接说 他认为是因为全代会做的民调 所以全代会 他在带太阳底下站了15分钟 跟韩国瑜 跟全部国民党的党员 站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大和解的气氛 这个画面还没有完全发酵 所以他希望 是不是在一两个月 两个星期到一个月之后 就会有明显变化了 我们要慢慢让子弹再飞一下 好 沈富雄 这个沈大佬 则是直接放大绝了 他是给侯友宜一个建议 他说 觉得侯友宜基本上勾一郎 所以口条可能比较不好 他觉得你是不是 每个星期至少找个三四个 跟你比较合得来 谈得来 真的是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你还会完全的展现真我 让他们在无形中帮你训练一下口条 他觉得侯友宜需要这样的训练 去训练那个跟人讲话的亲和力 还有跟人讲话那个逻辑跟魅力 好 其实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原因是因为 在这一次的全代会上 我们看到了 侯友宜他是跟韩国瑜之间的彼此互动 这个背后的促成 据说是他的执行长金浦聪 亲力亲为 今天这个独家报道 他就特别提到 他说其实金浦聪他到云林去 就是希望把韩国瑜给请出来 说服他能够来参加全代会 甚至就连侯友宜的致辞讲稿 也都是金浦聪亲自订稿的 还安排有选战经验 常上节目的那些明代幕僚 帮他上演说课 强化他的口说技巧 演讲的一扬顿挫 要重新打造他的人设 可是也有人说 当天确实是觉得说 好像很不侯友宜 侯友宜讲话应该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在联合报 又有一个报道写到 侯友宜到底为什么不考虑全台语 因为很多人都讲说 他讲台语其实很本土话 很接地气 那是不是不要让他去做 不擅长的事情 反而会陷入困境呢 因为以前常有人说 他用闽南语介绍 自己的形式 情景经验的时候 让旁人听了觉得很有趣 还会哈哈大笑 那可不可以让他做真我 不管怎么说 侯友宜现在 如果真的想要当菲律贡主的话 可能还有三个难关 这三个难关当然就是包括了 他还要再整合陆战 以及郭台铭跟柯文哲 好所以大家就开始说 蓝白河这个事情了 这件事情呢 其实郑立文 他最近有这么样在形容蓝白河 他说 要你当副手 可不可怜 我们先来听他的远话 韩市长最大的强项就是他的温暖 就是他的大格局啊 他本来在这个中间 没有他自己个人的算计啊 这个还用讲吗 这还用解释吗 好 那所以就圆了党中央的梦 昨天侯市长的确是做好了 怎么讲 十足的准备 那一定要把这个韩国瑜因素 把它放大到最大 这样也是对的啦 为什么侯友宜的民调第一名的原因 国民党基本盘 再怎么差也有25person 30person啊 为什么不见了 跑去哪里了 跑去柯 跑去郭那里 823又是一个指标的日子 那8月份的时候 如果第一名 我们假设好了 就是在野的第一名 还是柯文哲的话 国民党到底愿不愿意 譬如说担任副的呢 好 他其实后面要有特别讲到 他讲到什么 他说侯友宜现在是新北市长 那如果这一次他出来选 要让他去当个副总统 侯友宜会要吗 新北市也是全台湾第一大县市 是不是 所以换句话说 他们很多人都认为 真的要跟人家合 合得要当副的 那你要吗 国民党要吗 大家开始在讲这件事情 金普聪今天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也说不忍了 好 什么意思 因为他的讲法就是 现在没有什么合的可能性 国民党不会跟人家合 而他点名 他说 我看不起一些在最安全地区的 立委参选人 还在搞这些东西 真的不要把我说气到说不出话来 好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是罗志强 说好像现在都已经讲的 就是侯友宜了 不要在那边搞东搞西 罗志强今天也有回应 他说对于金普聪的批评指教 自己会盖瓜承受 会虚心反省 这一局到底应该要怎么样看 回过头来请教兵哥 您怎么看最新的一个民调 侯友宜20.2%还是在第三 好 但是很多人说 这是因为全代会 这一些新闻事件都还没发酵 侯友宜的民调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起色 我觉得这还蛮正常的 因为虽然说 他全代会展现了跟韩国瑜合体 可是就像刚刚有志说的 韩粉也不是全部都买单的 韩国瑜的支持者也都还在观望 还要看侯友宜跟国民党下一步怎么做 重点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的整合 到现在也都还没完成 你的民调是能够搞到哪里去呢 反而是 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柯文哲 我上个礼拜讲说 他搞不好已经到天花板 现在看起来好像目前 真的遇到某一些瓶颈 7.16他也没有冲上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柯文哲也要面临他自己的一个问题 这个民调让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 在问这 就是他们问了三个候选六项问题 其中有一项是 两岸他们对谁最放心 结果居然是对赖清德最放心 对啊 这个我真的 我就觉得 然后国民党说兵凶站委 对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问的 所以这个是让我很纳闷的一个地方 虽然那一项确实三个人满接近的 但是问题是赖清德第一是让我们 压抑的一件事情 这是满奇怪的 所以我觉得对赖宇现在来讲 其实民调看不看都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他就是第三名 第三名要做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民调提升 没有什么好去想 也不用去质疑什么东西 因为质疑也没有意义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出来十几份民调 每一份他都是第三名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好讲 李德威当然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部分区 所以他一定要讲说 过一阵子就会有起色 我认为会不会有起色很难说 还要再看何伟宇自己的作为如何 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能够 让韩国瑜为他卖命支持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是党中央的命令不是用放话 而是你要真的去打动他 让他诚心的为你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至于说沈大老讲的这一个 其实我必须讲 就是何伟宇最近这一阵子 你会发觉他谈吐用词 然后整个台风都已经开始有改变 只是改变的幅度够不够大 见仁见智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是改变得不错 但有一些地方过头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自己去考量 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教 重点是我现在觉得 郭台铭的问题 他现在是无法解决的 党内的这些人 只要郭董一日不死心 他们也会跟得不死心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你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 你自己的实力变强之后 郭董就会自动被边缘化 如果你实力不够强 就是你自己被边缘化 就是看你的造化 金普通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他今天这个 他除了点名了罗志强之外 他还点名了谁你知道 他点名了朱立伦 他说朱立伦那天讲执政大联盟 事前都没跟他们说 是要后宜要上台前才跟他讲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党中央还是在自行歧视 那朱立伦一下喊菲律大联盟 一下喊执政大联盟 然后你又开始党中央 最近又在研议说 不要让这些立委候选人 去跟柯文哲勾共定 要让他们跟他分情 不然的话可能就要党继处分 我就搞不懂你们到底想要干嘛 你到底是要怎么样的联盟 是你们中间到底要怎么样合作 然后柯文哲也讲 朱立伦从来没打电话给他过 那请问一下你们都是自己用脑补的 都是自己蹲到办公室里头吹冷气 想出来了吗 做事情不能这样做拜托 那我也劝一下金小刀 我知道这一次你出来之后 有人要来报仇 你也顺便报一些仇 我都知道 但是现在你是负责辅选的人 辅选的人要能够少一个仇家 就是少一个仇家 这些过往的恩怨暂时放一边吧 在节目上点名对你自己没好处 对整个选情也没有好处 今天金普聪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确定很多人听到了 他还特别点名讲 他讲朱立伦的部分 他有说他跟他的沟通没有问题 他说朱侯金三个人的沟通都没有问题 可是他点名了罗志强 那我们就想问 因为他现在是侯办的执行长 等同于很多时候 他就是主要那个key person 他跟侯友宜两个人之间 应该就等同是一个分身这样的状态 那今天点名罗志强 我们就想问这是代表侯友宜吗 那这样子是好的吗 来 宇轩怎么看 当然不代表侯友宜 就是金普聪自己跟罗志强过去 搭造于罗志强曾经 就是在马办底下的一些恩怨 但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你今天刚刚我们讲说 你跟朱立伦沟通很多 跟谁都有沟通很多 但知人知面不知心 金老师 对不对 今天罗志强讲说在野大联盟 但他今天还补充一句话 他说你去看朱立伦 对不对 朱立伦他在这个全代会的时候 也讲非律大联盟 所以好啦 现在时间是7月 等到9月 等到11月 你今天对罗志强key put put 那会不会到时候 你会发现真正要key put put的 是本人事之变 是党中央 如果是朱立伦的话 对不对 那你届时怎么办 我先把话就放在这边 再来他讲说 你看我这个苦心经营安排得多好 让这个侯友宜在太阳底下躲 等20分钟 然后讲稿这个技巧的 把它全面性的提升 我觉得侯友宜的确做对一件事情 他做对的就是把姿态放软 但这个不需要人教 姿态放软只需要心境上的转变 但你说侯友宜在全代会上 他的演讲 他的致辞 讲得很好 我就请问各位观众 你有没有任何记忆点 哪一就要打动到你了 其实没有吧 他真正做的是 他把他的姿态上进行转变 所以才会跟韩国瑜之间 达成那样的效果跟画面 反而不是说他真的讲了什么惊句 所以我觉得不用把什么事情的功劳 都挤着往自己身上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 如何把侯友宜的民调拉高 而不是如何在这个时间点讲说 这我的功劳 这我做的 哪一件事我好棒棒 否则这句话放出来要做什么 这句话放出来 只能让他给这种观感 侯友宜全部都要靠别人帮 都要靠身边的人帮 成就我自己 他不会去成就侯友宜宜 反而你去看韩国瑜的动作 是在成就侯友宜 为什么 韩国瑜今天跟侯友宜这些表态 包括我们讲到三个愿望 以最后的 他关键的点在哪里 关键的点在于说 过去不管说是挺郭的人 或者说真心希望韩国瑜出来的人 都藉由退回初选这个做法 希望能够把侯友宜给换掉 但韩国瑜这个动作 等于是不只是替 原本可能有恶心 或者说还不够确定的韩本 让他们安定军心说 没关系我们现在全力支持国民党 再来他也会把郭台铭 出现的正当性给完全的卡死 因为郭台铭过去就是必须挟持着 包括韩国瑜在内的一个初选名单 退回去 他才有出现的可能 所以我讲了 韩国瑜这一局 把这个江山给定了之后 未来的走向 民调到底是会起会浮 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 郭台铭在接下来的选战 第一个他再也没有正当性 可以独立参选 再第二个会逐渐的被边缘化 这才是韩国瑜这次跟侯友宇同台 最大的作用 是 柳志哥 侯友宇最近又有人在建议他了 有人要考虑全台语 然后陈富雄说 一天两三次找一堆人跟他插颗打魂 好朋友 要你幸福的 这样才会有真我 因为你刚刚讲一下 我就跟侯友宇最好了 二十几年来跟他插颗打魂 拿着酒杯 至少有一个十几场 我最适合了 要不来跟我插颗打魂一下 但他不敢 不要再讲 不要再教侯友宇了 我真的觉得 你们不要再出收主意了 这些东西对侯友宇不会有帮助 尤其我不晓得联合报那一篇 是社论还是有人建议 讲台语 重点我认同一句话 叫一昧勉强不做擅长的事 这一句话 你现在就在勉强他不做擅长的事 因为你已经选了 他不做擅长的事 不是讲台语 不是讲国语 不是工具 是他不擅长选总统这件事 因为我认识他这么久了 国防两岸军事外交 对他来讲真的太难了 然后再延伸到水富雄说 来 你现在赶快教他怎么讲话 没有用 至少这样两个拳击手 上面已经打得满口都是血了 现在有一个瘦子在下面说 赶快喂他吃威他命 然后再吃一点牛排赶快吃 等一下上场应该来得及 别闹了 不可能 这个民调 我真的要讲 证明了一个现象 柯文哲真的是靠侯友宜 表现不好上去的 你自己看那个曲线 柯文哲的上去都是 侯友宜不好下来的 所有的民调也是告诉你这句话 侯友宜如果稳定起来了 柯文哲就没这么高了 我跟各位 但是有没有可能 不太可能 昨天的韩国瑜全代 前天的全代会 你把韩粉积起来了 希望深蓝韩粉投给侯友宜 抱歉 以电影行销理论来讲 大片出来小品不会出来 你竟然把韩粉积起来了 韩粉期待的是谁 四年后的韩国瑜 不要再做这些错误的政策 如果要讲电影 我最后用这个比喻 芭比海默现象 这样你懂了 最近最红的就是 芭比跟海默两个电影 结果打死了哪个电影 汤姆克鲁斯 这么好的电影票房上不去 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对坐 这个票房当然上不去 但是不可能真的不好看 好看 但是上不去 因为芭比海默现象 也就像 好 我们先进一家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大家午安 我的群烟盈 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 接下来两个小时 国内外大小事 要你多多话 说给您听 先来介绍这些小时的来宾 首先要介绍的是 北京清华大学 法学博士蔡振元 主帅好 大家好 还有国际政治专家 蓝有钱老师 主帅好 跟朋友 大家好 以及单大战略首教授 李大中老师 主帅好 大家好 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了 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 他们所发布的民调 这次民调排序 一样是赖清德第一名 柯文哲第二 然后侯友宜第三 但是他有做了两个 让我们觉得 比较可以讨论的点 包括了什么 包括他看了 政党的支持倾向 他把最近两次 就是6月的民调 跟7月的民调 拿起来做对比 结果发现了 民进党的民调 政党比例往上走 国民党的部分 政党支持度也往上 反而降下来的是民众党 可是问题是 你把它放到 这个候选人身上 照理来说 政党支持度跟候选人 应该一样 但是为什么 民调政党支持度往上走 侯友宜的支持度 却是往下了0.2个百分点 好 问题到底在哪里 还是说真的因为柯文哲太强了 大家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 民调另一个细项 大家比较不理解的是 当我们现在看到了两岸之间的一些情势的时候 会说兵凶战委 民进党执政 可是做出来的民调 谁最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 竟然是赖清德第一名 百分之28.4 很奇怪 但是告诉大家 应该这样看 如果你把柯文哲加上侯友宜 他们都是反对赖清德的两岸政策对吧 把他们两个加起来 其实是逼近50% 所以还是有进办的人 不相信赖清德可以处理两岸问题 但是我们就要问 两岸议题过往应该是蓝营的优势区 但是侯友宜好像没有占到便宜 来看看最近他们的一些发言了 赖清德他就讲了 只要没有违级对等尊严的话 他愿意跟对岸对话 然后柯文哲的讲法是 他觉得美中之间台湾可以是桥梁 不要去当棋子 至于侯友宜则说 他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 要让台湾远离战争 到底应该怎么讲 大家才能够理解 或者是大家才最幸福呢 现在外交部告诉我们了 其实这一些网络上面看到的资讯 甚至你听到的一些耳语 都要小心 认知作战 好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告诉你了 抖音上面有疯传 说美国现在在诱导台海战争 外交部说这完全就是对岸的认知作战 做贼喊抓贼 好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去看这一些内容的话 他告诉你的 就是讲话的都是对岸的认知作战 可是真正有发出讯息的 真的是美国人 拜登曾经讲过 美军会在中国动武的时候 驰援台湾 布林肯国务卿讲过 说中共是2027具有武力犯台的能力 奥斯汀讲过 他们的防长说 其实中国不会立即犯台 但是会试图建立新常态 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秘利讲过 说习近平还没有决定 会不会在2027年之前武统台湾 时间点都是美国人说的 那这又该怎么说呢 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现在曾经在接受澳洲媒体专访的时候 甚至还曾经呼吁 澳洲要爆派五官来驻台 说台海的紧张会影响到全球 外交部现在看起来 好像比国防部还更像战争部 其实在外交部大家也在讲 就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外交手段的事情 但这一位驻外的大使我们的驻德大使 谢志伟却常常在关心台湾内部发生的消息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就特别把当时马英九邀请陆生来台访问 讲了个同文同种 陆生讲同文同种这件事情 他特别发文 说这个叫做被同一只蚊子听了 同样会种 有时间发这个蚊 是不是领大家的公帑好好去做外交 更加务实一些呢 现在到底我们的政府 他是打什么牌 好选举到了 我们看到蔡英文再一次的 来到美国退伍军人年会上面致辞 说对台美合作充满信心 八年了持续在讲的是美国牌 这几年总是告诉我们 台美坚若磐石 但大家的感受又是什么呢 回过头来要请教委员 怎么样来看 这一次的民调政党支持度 和所谓的候选人 他们的支持度 比起来让我们发现 怪怪好像跟我们理解的 正相关不太一样 这个政党支持度 基本上是选民普遍的 对于某一个政党的民意代表 表现是否优秀的一个评价 所以你看了民进党 他的这个支持度 好像突然间增高了 其实民进党和核心的支持者 三层跑不掉 可是为什么过去他会觉得说 他不想支持民进党 因为他们对于民进党 很多的民意代表的表现 觉得羞于其耻 所以不愿意表达出来 国民党有一段时间 大家可能忘记的 支持度调到了15%以下 因为当时普遍的 包括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 也觉得自己的国民党的 民意代表表现不佳 但是从2022年的地方选举 国民党很多的民意代表 表现得真的很好 王宏威 罗志强 徐晓鑫 很多很多的表现 真的是可圈可点 所以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 就节节上升了 民众党也有这种情形 前一段时间民众党 像几个宜蘭的立委表现都很好 是不是最近比较少曝光 就掉下去了 反应就是民众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很客观评估 国民党的支持的核心支持 大概比民进党少 只有25% 民进党有30% 现在刚成立没多久 台湾民众党就20% 一个新政党这相当不容易 你可以看到时代力量掉最多 从7.2%掉到1.8%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时代力量很多的民意代表 老是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状况 激进党也有类似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反映对于一个 集体的民意代表的一种感受 至于这个所谓的总统的投票 那是个人的表现 个人表现 以及他支持者的整个盘势有多大 民进党的目前来讲的话 他我刚才讲过有三成 所以给予赖清德有三成六 三成五的一个支持度 他基本上就是个底盘 这个底盘 民众党 柯文哲个人的表现 突出超过于台湾民众党 台湾民众党是他创立的 难免他的表现一定会超过台湾民众党 其他的民意代表 他这个选票的确有一部分的 国民党的支持者过去 或者支持民众党以及中间选民 支持柯文哲 这种现象所产生的 侯友宜的支持度在两层 跟上一次的误差范围里面 表示并没有因为723的一个 全代会的提名 而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是在全代会前所做的 我想今天我看到一份民调 好像也差不多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换句话说这三个人的支持度 要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大概很难了 因为他们的形象 议题 各方面已经被固定下了 除非三个人中间有哪一个人 除非有比较重大的失误 那么否则 大概就会固定到选举前 至于处理两岸关系 耐心得说被认为处理两岸关系 有28%觉得他最好 我是觉得不能拿来 跟其他另外两个人比 而是跟他自己的支持度比 换句话说他有三成二的人 这个三成六的人 要支持赖清德选总统 可是如果他处理两岸关系 好之后2成8 这样一对照的话 他整整就少了8% 换句话说支持赖清德 有8%觉得赖清德 处理两岸关系是不太理想的 或者不好的 倒是比较一下 相对的柯文哲的话 他的支持度 觉得两岸关系也比他的支持者 少了将近快要2%左右 这个侯友宜 反而相对的来讲 认为他能够持续比较好 比他原先支持度 还要多了2% 所以要用他自己的支持度 来对比的话 会比较客观一点 中共的认知战 这个美国要诱导台海战争 是新闻吗 从美国人写的论文 美国人的主张 还有美国人说要交土作战 打台积链炸掉 这是新闻吗 怎么会是中共的认知作战 中共如果有这个本事的话 那太可怕了 他能够操纵美国的议论 倒过来影响台湾的认知 美国竟然能够被中国大陆 所操纵 这中国大陆太了不起了 吴钊燮 你把中国大陆看得太强大了一点 谢志伟我实在不想批评他 他是台湾一个很怪异的现象 他明明他爸爸是从中国大陆 刚刚进入台湾的 但是民进党里面有很多这种 被认为1.5代的外省人 他为了要主张台独 和很多很怪异的言论 连民进党自己内部的本省人 都讲不出口的东西 他都讲得出来 很多的民进党支持者说 我主张台独支持民进党 可是我要拜马祖 拜关公 不拜不行 我也知道马祖是中国人 关公是中国人 但是不会讲出谢志伟 这种荒腔走板的言论 我只能说 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 你拉到什么地方 都是会生病的 必须要讲 但是每一个人的言论 当然他都有发表的自由 但是因为他是领我们的公堂 在国外当我们的驻外大使 真的还是希望说 是不是能够多关心一下 我们的外交 比在台湾整天真编国内事务 好像看起来 大家感受上面会比较好 来 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 我当然对一个驻外人员 一直批评前任总统的一些做法 前任的总统 他努力的是要稳定两岸的局势 要希望两岸之间不要兵凶战危 为了和平 那么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受到民进党的无尽的 侮辱攻击抹黑 然后一个驻外人员 您刚刚讲得很清楚了 他是公子人员 拿我们人民的血汗钱 结果回过头来批评 自己的前任的总统 而且批评自己的 自立于两岸和平的 这样一个政治领袖 我个人觉得不应该 但是我很笃定的说 台湾的外交部 对于这样的一个驻外人员 违背公职人员的行政伦理 他是不会处理的 因为他是绿营的人 由于他是绿营的人 所以他不会处理 我举例子 如果说今天有这么一位代表 他本身批评攻击蔡英文 那请问一下会被怎么处理 或者是这样好了 他批评攻击苏贞昌 苏贞昌已经卸任了 对不对 他在那边写长文 批评骂苏贞昌 会不会被处理 绝对会被处理 那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一个同样是公子人员 只是因为他不同的政党 他批评 属于他们同一个派系的苏贞昌 他一定会被蒸发 甚至会被拔官都有可能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党执政 是如此的偏向 可是问题是 这个党执政如此的偏向 那么在这段时间内 也没有伟大的建树 而说绿营的民调 做出来的说民进党的支持度 往上攀升 我觉得跟现实的认知 让我感觉到太错愕了 差距太大了 所以这个民调到底可靠不可靠 我就有一个存疑了 因为我看不出民进党 在这段时间内有什么样的表现 民众党也是如此 国民党也是如此 三个党都没有伟大的表现 所以您说 这个三个党都没有伟大的表现 而民进党一军突起 民调往上升 你讲我 我都不相信 我教书 教政治学 也教了一段时间了 我就是不相信 这样的一种民调 但是如果说 这三位候选人 有没有能力处理两岸之间的关系 台湾的选民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都不够格 那清德不够格 柯文哲不够格 侯友也不够格 坦白说 这个就是我昨天说的 本来国民党有个宝贝 国民党的那个宝贝是什么 就是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 长期以来 台湾的民众 深信国民党有能力处理两岸的关系 但是很遗憾的 现在台湾的民众 竟然不认为国民党 有能力处理两岸的关系 尤其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这代表什么 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 在这个部分里面不够努力 而且态度不够明确 没有好好的继承 马英九所建立起来的 两岸的关系 因为马英九今天的 涉外事务的成功 就是在于 他的两岸关系的成功 两岸关系成功 使他涉外事务成功 使台湾的外交 在那段时间大放异彩 但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完全没有继承 太可惜了 要加把劲 不过我这边 跟郑元兄的想法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我觉得选举的变化万千 显占的变化万千 现在是7月 那还有时间 也就是说到了明年的1月 事实上 如果说今天议题抛得够多 然后像策政员 他其实就有很多议题 他可以贡献给国民党的候选人 因为财怎么样 财政员也是蓝赢的 他可以一直贡献 而财政蓝赢的只要能够虚心的 接受好的议题一直丢 我觉得一样可以再翻盘 最后一个我觉得我很简单的说 认知作战各位去看一下 去年3月2号纽约时报怎么写的 他说近日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 这是纽约时报认为 蔡英文他们操作的 请问认知作战 你先去告纽约时报 再来告川普 再来告安倍晋三 格莱伊也告一下 你先去告这些人 然后再来说认知作战是大陆所搞的 也就是金字乌克兰 就是明日台湾 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来 大宗老师 对 我觉得刚刚提到 这个驻外的大事 其实是很感叹 因为他不是只是在 城口时之快而已 你是政治任命 但是真的是应该对于国内事务 也许牵绍政治 你要非常谨慎 这次讲同文同种 我觉得非常轻调 先不管说 台湾大多数老百姓问有说 即便两岸的制度可能不同 但同文同种 当然很少人会反对 你的意见 你的主张 但其实这不是谢志伟第一次 谢大使 两年前的国庆 2021年国庆 他那时候不是有 拿着发文说 举德国旗说 一边举国旗 他说一边吐血 而且他说 中华民国跟那边国旗 只是用来压制 善良老百姓的工具而已 请问那时候有任何的处理吗 那时候维护他的是谁 就是我们部长 当时在立法院里面 很多委员看不下去 在直讯说 有没有失言 失格 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追究责任 但是我们的部长没有 再回到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外交部的脸书上面 不是也有吗 把一个很严肃要解释 到底有没有撤侨的事件 他在里面说撒娇 再玩文字梗 我觉得最痛心的地方是 屡屡发生真意的人 坐在高位 可是他的位置是稳弱太善 这几年可能大家批判 也批判到最后也是谈性疲乏 问问看 是不是应该 明年要有个机会 让真正该反省人要反省 有个新的气象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否则每一天坐在这边 都在批判类似的事情 然后再帮大家回复记忆 可是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假设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 真的是在帮我们拼外交 还是帮忙在拼国内的政治呢 这个位置其实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学者 一个真文家可以这样讲 可是今天你是住外的世界 我觉得真的是 发言还是要非常谨慎 该庄重的地方要庄重 而不是你就是一个 随便像我们坐在这边 再做一些讨论 其实这是非常不适格的